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萧公子 晚清娘子安康 哪里来的猴子 满路城的王孙公子 还没有人敢对我们娘子如此唐突 娘子 在下萧润 娘子幼时 跟我在萧府见过一面 不知娘子可还记得 不记得 娘子家父和令尊有同窗之意 还曾同朝为官 先皇还在仙殿上 将你我二人指父为婚 此事娘子可还记得 十年前 家父受党政之累 我谢家上下 男子被流放塞北苦寒之地 女眷则被没入教坊思维纪 晚清仍是戴罪之身 指父为婚之事 郎君不必再提 娘子 你这话可就说差了 萧家和谢家虽然是物是人非 但君子中诺 既有婚约在先 不可言而无信 我萧润 今天就以 御赐红杉树为契 求求娘子 我的晚清啊 这等好姻缘 你怎么还不应下呀 这萧家郎君 如今可是官运亨通 萧家大郎 又是连仲三元 颇得圣上青眼 也难得这萧家二郎能有这份心 你说是硬了 这往后啊 可是颇天的富贵啊 她想娶 我便要嫁吗 这顽固子弟相演这出求封尘 却不知 我心从来不在这封尘之中 我与她不是一类人 婉清 你如今这身份 怎么还拿着官家千金的块 挑三拣四 别说萧家这种珠门大户 但凡略清白些的人家 你也当不上正头娘子啊 听妈妈一句劝 你年岁也不小了 妈妈是过来人 这风月场上啊 从来都是只见新人孝 旁人当这是天大的恩惠 依我看 不过是鸟雀换个笼子罢了 童云 孝家郎君 您我缘分指着一杯茶足矣 婉清承蒙郎君错矮 请回报 既然今日娘子无心 那在下 改日再来 请回报 请回报 请回报